歡迎各位有全面進場 如果你是喜歡我的節目 希望你可以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多謝大家的支持 話說今天發生了一宗狗咬狗骨的事件 事發在今天凌晨大約四點半 據報天水圍軍裝巡邏小隊大約十名休班警員 包括四名沙展、五名警員和一名警車警長 去到元朗平匯街的一間食店外面 分開三張桌子坐著吃宵夜 看到這裡也沒什麼不妥 只不過在吃吃吃吃的期間 其中一名沙展就跟警車警長發生了一競爭 先側口角 繼而還大打出手 打打打的期間 有一名女警就上前打算做和事佬勸交 不要搞了不要打了 接著那名沙展就很厲害了 拿起玻璃瓶一下就撥向我女警的頭蚌 就造成了紅種 哈哈哈哈 這件事發生了一個小時以後 警方說接獲報案 現場有人打鬥 元朗警區的當席衝鋒隊 和軍裝巡邏小隊趕到現場 但是那群人十人已經了獸散了 至於該名受傷的女警 送往博愛醫院治理 證實沒有大礙 可以放兩天的病假 哈哈哈哈 有另一個消息說 不是這樣的版本 我們又聽說 那十名休班警在這個地方 在宵夜兼喝酒 那名女警向在場各人士敬酒 但不小心把酒倒捨 接著有一名南警 就跟沙展發生爭執 沙展拿起瓶 搏向女警的頭褲 大概都是這樣 那些內容都是 哈哈哈哈 但是這件事件可以反映到幾個面向 第一就是 現在大家都知道 疫情發展到現在 他又搞限聚令 市民又怕出外 又會感染到疫情 所以就少了很多抗爭的行動 這樣來說 首先使得那些警察收入下跌 因為不能開OT 不能額外執勤 以往大半年就說 凡是星期六日都有抗爭行動 他們就聯群結隊走去所謂執勤 對著一條空無一人的大街巡邏 現在就不能做這些事了 首先荷包就乾漢了 好了 還有一件事是什麼呢 這更加嚴重 就是過去那大半年 有一群警察 每次都可以做這些事情 每次都對著他們的警察 都要嘗試 每次都被抓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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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從過年以後 哪會有機會讓你們抗爭 對嗎 那有一群打慣了 手勢的警察 真是無處發洩 平日 每次都會針對著 那些年輕的抗爭者 現在 現在三個多月都不用再執勤 不用再做這些事了 所以你說是否因為這些小事 初則口角就算而動武 所以這班傢伙本身的心理質素都有些問題 我之前都已經說過 警務處都應該找一些臨床的心理學家幫警員 到底看看他的心理質素是否適合執勤 才能找他上班 現在就發生這些事 就算是哪個版本的故事是真也好 都是很無聊 小事一則 賭賭寫酒就回去換衣服 你也休班了 準備回家睡覺 你說因為小事口角更加無聊 罵吵吵吵就算了 差不多天亮了 浪費氣 竟然拿酒瓶 酒瓶搏你的頭 你說是不是浪費氣 所以這班傢伙的心理質素很有問題 這是第一個面向 第二個面向就是 這班傢伙到底他們有沒有違反到所謂限聚令呢 平時他們就很巴之閉 一見到那些年輕人在球場打球多過四個人 又去票控他 人家是學生哥來的 慘了 這樣就去票控別人毀毀二千嗎 這是錢來的 你是進貢的庫房 又不是益利的 你這麼喜歡發的那些告票做什麼呢 還有 今晚在旺角西洋塞南街永龍對出的那樹 原來有一個民主黨的區議員叫曾志明 他搞什麼就搞街站 就在那裏派那些口罩什麼什麼的防疫物資 那你派就有他派了 因為是很無聊的東西 這口罩周圍有賣 團職都沒有人買了 在藥房那裏 他喜歡派就有他派 你又不是 你又去票控別人了 你又找了其中六個人 就圍起來 就說要票控他們違反限聚令 不然票控完以後 那些警察就跑了去 就是毀毀二千 這六個人又12000元了 這些完全就是無聊的 這些警察不無正義 應做你不去做 大賊你不去拘捕 騙錢你不去拘捕 這些派人又說違反限聚令 這些根本上就是 我看過的599G帳 這個預防及控制疾病條例 明明第十二項就是豁免 為了全洋有助於預防及控制指名疾病的資訊或技巧 或者為了處理有助於 預防及控制指名疾病的供應品或物品 而進行的群組聚集是可以獲得豁免的 這個區議員派的口罩派的什麼物資 就是獲得豁免的 你去票控別人 當然這些警察當然會搬出一大堆的原因 有些人說這個票控是合理的 先不要說這一筆字 說回這件狗咬狗骨事件 這十個人就說 坐三張桌 聽起來沒有問題 問題在於 這十個人呢 很多媒體報導都說你們是休班警 首先你們是怎樣去抵達這個食店現場呢? 我真的不相信你們在警署各自 十個人各自就說 我們約定在餐廳各自走過去 我不相信 對不對? 因為其中一個就是警車警長 到底是不是 大家搭同一部警車走去這個食店那裡宵夜呢? 如果是的話 你又休班 那你不就是在濫用警隊資源? 濫用納稅人的資源? 你拿一部公家的車輛 載自己的同伴去吃宵夜嗎? 這是第一個問題 第二個問題就是 你十個人有沒有違反限聚令? 十個人這樣聚集 不是說在吃宵夜的時候 是在吃宵夜之前 那段的時間 你走過去那段或者坐車去那段時間 就算你走過去也不會分開 三個、三個、四個這樣 各自走 愚蠢 是不是? 你要向市民交代 更多的詳情 因為你們以最高的標準 來票控市民 麻煩你現在十個人 超過四個 你出來跟市民說清楚 如果不是那些給你票控 全部都很冤枉 你真的有特權 別人的位是二千元 不是錢嗎? 那時候你派一筆東西而已 這樣給你拿二千元 只剩下八千而已 整班都是爛壇 所以是 甚麼都是雙重標準 歡喜嚴仁 我告訴你 你這些東西完全是以力服人 不是以德服人 孟子怎麼說呢? 以力服人者 非心服也 力不善也 以德服人者 忠心悅而成服也 如七十子之服孔子也 甚麼意思呢? 就是說你根本是靠著自己的武裝力量 走去使用那些年輕的抗爭者 使用那些市民屈服而已 那些市民的氣都不相信你 是不是? 你就是托著一支鐵 是不是? 所以市民就被迫著 被你壓著來砌 這些就叫做心不服 力不善也不夠你砌 那以德服人為甚麼? 以德服人就是說你要有德行 你就是沒有 甚麼叫做 如七十子之服孔子 就是說孔子那七十個門生 好鬼服他 因為孔子就是以德服人 不過你們這些傢伙不明白 浪費了 說說另一件事 也是關於這些限聚令 就是李卓人出來說 他說不排除警方 會以藉口再打壓支聯會悼念六四的遊行和集會 因為早前出現了針對民主派的大維捕 就連民陣的副召集人陳浩媛也被抓了 其實李卓人也不用擔心這件事 你是以特區政府那種的防控措施 一三分鐘到六月都未能計算 因為他在拖拖拉拉 對他在陰 berm其他人 本來是四月九日開始沒有本地個案 從年開始計上ella算是疫情受控 Maxwell 今天的政府突然出現了本地個案 然後又要重新計算過28天 六四之前可以有多少個28天給你計算呢? 要計算到5月幾日 即是說未來就不能夠再出現這個本地個案 否則整天計算來計算去 何時計算到天亮 根本上特區政府就是那些防控不力 而且你說要28天才是疫情受控 到底當你28天還未到期的時候 你會不會批准這些六四集會 甚至乎6月9日一周年的集會 那些你肯定不會批准 你肯定就說為免市民受到感染你就不批准 但你現在不斷陰陰陰陰 你根本上就是想借疫情來打壓民情 幫助你扭轉選情 所以你當日被蘋果踢爆那份 向中央那份工作報告 正正你就是在做那件事 所以那份事一定是真的 你都沒有否認是假的 如果是的話 你一早一早出來大喊 說蘋果報留了 那份事根本上就是真的 你就是要借助疫情的扭轉選情 你現在要打壓民情 很離譜 好了這一節先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